亲情,爱情,事业,友谊,道德 在这些词的衬托下,法比安完成了他的一生 电影改编自爱丽西·卡斯特纳1930年写的小说《法比安》 这本书在当时成一度被禁 导演多米尼克·格拉夫和摄影汉诺伦茨 勾勒出一部在德国柏林青年颓废精神岁月下时代肖像的说影 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 穿插着大量黑白的街景海报影像 仿佛是隐喻着政治的信息符号 并用大颗粒胶片粗糙感的舞台视觉来过渡 让你恍惚之中陷入一种被自然捕捉的真实历史之中 手持摄像机的晃动带着一丝炙热的幻觉般的爱情 而这个故事就是被这些影像符号和数码技术巧妙所包围着 让我们可以继续在《法比安》这个人物身上 发掘更深层次的历史感 影片中的中年男人和女人的画外音 给予人物更多的辩证解释 在这种舞台剧和怀旧感的影像下 把所有的这些编织在一起的时候 就完成了这部电影的现代意义 故事背景正处于世界经济大萧条 魏马共和国危机和纳粹上台前的混乱时期 作家法比安在大学博士毕业之后来到柏林工作 白天他在广告公司做文案 晚上去酒吧追逐另外一种颓废的生活方式 魏马时期激进的现代主义文化 痴迷于变态 谋杀和犯罪 已经到了一种不健康的程度 而法比安这一代年轻人 受到驿站的影响 更让他过早的成熟 战争的苦难已经在他们的童年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现代主义扭曲的价值观下 混乱无序 吹成了社会的动荡 黑色巨木背景下的酒吧 就像是一个疯人院 台下是虐待狂 台上是疯子 法比安在酒吧认识了女招待科尼利亚 两个人迅速地坠入到了爱河 并开始一起生活 法比安的好友拉布德正在读文学史内的博士后 也正处于未婚妻出轨的失恋之中 因为父亲拥有的财富 相比法比安而言更加的任性自由 荒诞疯狂的夜生活就像是暴力的风潮 一切都在混乱的酒精下上演 法比安在经济崩溃下失业了 他领取了被扣除辞到后的失业金后 先是给科尼利亚买了裙子 然后交了房租 所剩无几 科尼利亚的理想是电影事业 他剪影的体面已经在没有金钱的支撑下一直消沉 只能在商场门口给人开门赚一些小费的形式 他偶遇了莫尔夫人 他正在开一个难寄的卖银场所赚取费用 他邀请法比安 被法比安拒绝 在当时社会没有办法谋生的年轻男女 普遍走向了卖银和犯罪的道路 拉布德邀请法比安和科尼利亚一起去庄园度假 拉布德的家非常富有 在设计游戏中 法比安感觉压抑而反感 这是他一战后的创伤后遗 加上失业的压力让他内心伤痕累累 这场庄园朋友间的聚会是他们最后温馨愉快的时刻 法比安已经没有钱来维系和科尼利亚的生活 科尼利亚无奈选择跟随一个50岁的资本家去拍摄电影而离开了法比安 随着经济大萧条的加剧 政治混乱 纳粹主义兴起 大学里的斗争也在加剧 拉布德突然失踪 法比安最终在一个艺术家的画室找到了他 这个画室也是一个卖淫的场所 拉布德在此醉生梦死 法比安疏离旁观这一切 就像拉布德的论文 写了五年德国的哲学家来心情感分析 羞辱和谎言让拉布德显然已经失去了他败读五年 哲学家来心的冷静和理智 第二天 法比安得知拉布德自杀 并给他留下来两千马克和一封遗书 法比安无比愤怒的是拉布德自杀 是被同学虚假的信件所导致 学院上的心血被羞辱 是压垮拉布德的最后一根稻草 法比安的内心无比的绝望 他唯一可以寄托的只剩下和克尼利亚的爱情 而克尼利亚的离开 让法比安也决定离开柏林回到自己的家乡 他坐上了去德雷斯顿的列车 回到了家乡 父母的亲情让他得到了平静和温和 他把拉布德留给他的钱 放进了一本来新的书籍里 但是他依旧想念着克尼利亚 他看着克尼利亚拍摄的宣传画册发呆 终于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过通了电话 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 法比安似乎又找回了爱情 他们约定在以前经常光顾的咖啡馆见面 他鼓起勇气 带着不多的行李再一次出发去往柏林 可是 这一次他走了不同的道路 他看见一个男孩子在桥上要跳入水中 他匆忙地脱掉了自己的衣裳 打算去救那个小男孩 可是他忘记了自己对游泳还是很生疏 没多久他就被河水吞没 水面恢复了平静 在婚礼的欢声中 一曲悲歌却诞生 而他想挽救的小男孩从水中上岸 克尼利亚还坐在那个咖啡馆的桌边 永远等不到法比安的到来 一场火烧毁了法比安的日记 随着纳粹的上台 迎来了德国文化的荒漠时期 1933年在纳粹主义的思想影响下 两万多册的书籍被丢进火中 魏玛共和国的精神已经被摧毁 第三帝国随之到来 电影法比安是一部成功论文学改编 导演用摄像机让影片跨越了时间 用影像向我们传达了历史维度下的悲剧 它独有德国式的主题和情节 黑白影像的符号 粗糙的胶片质感 影像档案都给电影提供了思路和素材 对于历史的思考 文化的主观表达和战后创伤 松散的剪辑 抽象的画面 导演和摄像指向的是一种电影片段化 或者说诸多影像形式的组合 形成了电影本身独立的意识形态 把当时历史的社会现状进行了重构